Hello大家好,我是星子 好久没有做视频的我今天准备给你们煮个鸡蛋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我一般会用水冲一下 稍微回温的鸡蛋不那么容易裂,而且还比较卫生 鸡蛋冷水下锅,然后直接开大火 煮到水沸腾之后定个三分钟的闹钟 期间可以把火稍微关小一点,但是要保持水是沸腾的 闹钟响起之后马上关火,然后再调三分钟的闹钟 等于温焖熟鸡蛋的期间,我们可以准备好一盆冷水 等时间一到就要把附属的鸡蛋捞出来 只要水温有深温的吉祥就要把水换掉 重复到水温不会再上升就可以了 冷水泡过的鸡蛋会比较好去壳哦 最后让它们排排坐,放回冰箱,就打工告成啦 我家的锅起热的比较快,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锅 来调整一下时间 降低关火焖蛋的时间是可以煮出溏心蛋的哟 三分钟 我拉走 点个手 带我手 停 一直 感谢观看